央广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夏志平 欢迎你来到早安台湾 今天早安台湾的录音室里面 有来到了一位贵宾 各位你知道吗 七年前这位贵宾曾经在央广 客座主持了21点听台湾这个节目 然后呢 每个礼拜一晚上的九点钟 他都会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 见面 当时收听了一句slogan 印象非常的深刻 周一听小野一起撒野 小野是谁 小野就是今天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贵宾 文化部长李远 部长早安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谢谢部长 再度来到央广 非常欢迎您 部长我们一开始 先把话题锁定在日本 听说您最近去了一趟日本 那成果收获非常非常的丰硕 那去看了哪些地方 然后谈了哪些事情 见了哪些人呢 好就是说去日本也是一个蛮充满的决定 国美馆有一个展览 是一个很难得谈了很久的一个 把黄土水的过去的作品 干露水要回到东京艺术大学 他过去的母校要展览 那这个活动中间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终于他们选择的那个题目就是黄土水与它的时代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一个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在大概2018年开始有一个重建台湾历史的一个计划 一个前瞻计划 就是重建台湾的各种历史 包括音乐啊美术啊影像等等 一个最高点就是终于有出土了一个干露水这样一个作品 那我觉得我觉得一天之间他问我可不可以去 那按照当时的那个选择上 我本来没有想这么快就出国 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他都需要一个论述跟实际点 那我觉得这个实际点对我来讲 我如果能够陪伴黄土水 这样一个一百年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作品 回到东京他的学校 我觉得这样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 是我一开始开启到日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那我顺带就可以去我想去的几个 都跟我们文化部既然会发生合作关系的部门 我就把它压缩在四天三夜这样 哪些个未来可能会进行的一些大的节目 或者是一些活动的互动 有其实我们这几年跟日本的互动非常的多 包括出版我们在记忆国屋 记忆国屋它会有两个专区 他们展出台湾的作品书 文学非文学的繁体字版 繁体字版的原文的书 一个是翻译成日文的书 分两个专区而且是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这是有关出版 一个是电影 其实电影 日本电影人对台湾一点都不陌生 在我们那年代还有很多日本电影人 跟台湾电影人合作 然后我们的电影到日本去参加影展什么 都太多了 那我就选择一个东京影展 因为他快要开幕了 那东京影展过去 去年我们就来了四部影片 在那边自己做一个专题 那四部影片后来全部在东京都卖掉它的版权了 然后在戏院都上了 那我想说这是一个关键 因为东京影展我们已经有20年没有在那边进到竞赛类 那24年前那个张作记一个叫《黑暗之光》得到东京影展最佳影片之后就没有了 那24年前 然后20年前有一个政文坛的作品叫《经过》 它是入围的竞赛类 之后台湾电影竟然都没有打进竞赛类 那这对我来讲是耿耿于怀的 因为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几乎很容易打进国际影展的竞赛类 请注意是竞赛类 竞赛类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有2000多部全世界的电影到东京影展 它只有选15部竞赛 那这个竞赛之外还有很多小竞赛 或者是一些观摩这样子 那我耿耿于怀这个就是我们好像失落了20年 那我很想去拜会 拜会那个主席还有策长人 让他知道我们很重视 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电影人 所以我有一点好处就是我带着我的作品 然后去他马上把我认出来 那那个策长人马上就聊到说 他帮侯孝贤拍过这个再见南国再见 他马上可以跟我聊到8090年代 他跟台湾的电影人的合作 所以我就选择这种 我一去就可以马上进入状况 而且那个状况不是我是文化部长 而是我是一个来自产业的角色 那我就跟他们可以聊得很熟 那我其实希望到每一个产业都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 所以还有漫画 选择两个漫画 要做漫画的两个机会 一个就是在东京有一个刚好在回顾长 他们东京最厉害的一个叫Claim的一个组织 有四个女孩 他画了所有的那个漫画 影响整个日本 还有影响全世界的那个漫画 他们做回顾长 那我就去 我就去了那边去看展览 然后遇到了众议员 赤松 他也是漫画家 然后他专门画 画政治人物 那我就带了一幅画他的画 从台湾带去一幅 那个一个台湾 一个年轻的那个威力若铭 一个女生画他的像 把它画好来 带去给他 那他也知道 我会带画像 他也画了一幅我的像 那他是个组议员 就是说 我就选择像这样子 他本身也懂文化 然后他也是组议员的身份 我们就在那边相遇 然后同样的 我都是会希望影响他 知道我们带来给他的是漫画 还有电影 还有文学 那我也带了我自己的作品 我为什么想这样做的原因 很简单 我想让他知道 台湾的文化部长 本身是一个作家 也是个电影人 也是一个做过很多事情的 所以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不只是一个 很官式的一个 拜负 而且是可以聊内容的 漫画对我来讲就是 去看完那个展览之后 第二天我又去看了一个 那个角川 在五丈岩 他们有一个准备 要办一个台湾十个漫画家 的一个展览 那我想这个机会太好了 我就去直接去拜会他们 那他们就带我去看那个展览说 有十个漫画家要来 台湾的 然后他们的IP 然后他们的过去 IP转换成电影电视 要在这边展览 在吉玉县的一个博物馆 我就特别为这个而去 去的原因就是让他知道 我很重视我们漫画家要过去 类似这样 所以我选择的点就是出版音乐 出版电影 还有就是漫画 还有就是后来音乐也是 知道有一个横滨 爵士音乐节我们台湾没有参加过 就是明年他有一个横滨 那个爵士音乐节每年都办 今天刚好聊到说 林怀明要过去 巡会长请他们坐 那他们也顺便坐 爵士横滨爵士音乐节 然后我就去拜会他们 就弹成了一个明年我们要参加 这个爵士音乐节 然后对方刚好也叫小野 我们就写一个叫做双小野宣言 类似这样 还有就是一个表演团体 我们有七个表演团体要到东京六本木 去参加那个六本木之夜 六本木之夜是每年都办一次 有三个美术馆合办 在六本木那个地方有三个美术馆 新美术馆 生美术馆 还有一个山多利美术馆 它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区 每年都办一个晚上 那今天台湾争取到台湾之夜 就是Focus 就是他们以前没有过一个Focus台湾 那今年第一次 然后三天两夜 我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这两年台湾的变化真的很大 就是说很多国外他愿意用一个Focus台湾做主题 包括欧洲 我们今天我刚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捷克也好 爱丁堡也好 很多欧洲国家 他那个节里面愿意把台湾变成一个主题馆 那刚刚讲漫画 刚刚讲到这个六本木之夜 也是第一次Focus台湾 那发现说全世界开始对台湾这个名字 他的文化艺术产生兴趣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刚好就开始了 那我自己很高兴就是自己亲自跑一趟 比较知道他们为什么跟你合作 然后怎么做 他其实每一项都非常谨慎 并不是说找台湾来是为了什么 都不是 比如说他会为了一个展览 来来去谈了很久 比如说我刚刚讲黄土水的展览 他们也不愿意一定要用黄土水的三个字 他就可以说是我们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生展览 黄土水是一个专柜 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因为你是我这边毕业的嘛 你是我这边毕业的学生 我给你一个专柜 他明智不见得喜欢用黄土水 那我比较感动就是我们这边的台中美术馆 去跟他谈判到最后 要用黄土水与他的时代 那换句话说 他每一个展览都经过谈判很久 他不是一个临时起义 所以你要跟他谈一个计划 对日本这么一个保守严谨的国家 他们都要觉得这个他接受 还要经过很长的 比如说你六本目之业你要派谁来 你要派哪些艺术家 他每个都要知道 他都觉得那个艺术家的等级要够他那个 那个六本目之业 部长您刚刚从去日本的这一趟的 整个过程里面 您提到了有出版有音乐 有这个电影 还有表演 还有那个漫画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如果我们把整个看这个整个过程的问题 把它提升一点层次来看 其实这是算是一种台湾的文化外交的力量的一种展现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他的特长之处 刚刚部长为我们做了解说 然后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 或者说我们还需要整个在这个拓展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哪些面向不够 或者说这个拓展出去的这个 这个item这个项目 它要需不需要一个更厚实的力量的支持 像政府部门的支持 像这个很多民间力量要一起更多人来做 您期待这些吧 其实文化部在全世界大概有17个点 就是依附在外交单位底下 有17个文化中心之类的这个点 然后经过这段时间的布局 我觉得文化部要做的是 为什么我自己要跑一趟出去看 就是你要了解别人怎么看你 你不能多在屋子里自己想象 我很伟大 别人喜欢我 不是 而且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欧洲 中欧 西欧 那亚洲国家 美洲 他怎么看你 真的完全不同 所以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试探 我觉得我在我之前的文化部长也好 交流师 他们派出去的人也好 我觉得都非常能干 他们都找到了一个 台湾在那个环境中的一个角色 我举个例子 比如亚洲的话 我们的这个同文同种比较接近 所以你跟亚洲的国家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印尼 越南什么 可以形成一种同盟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成立一个联盟这种关系 因为它比较文化比较接近 到了欧洲的话 欧洲的文化是非常先进的 然后我们要打进去 你得拿出一个比较那种跟它价值相近的 你提出东西比较价值 比如说人权 比如说性别 我们这次去文化奥运就是非常清楚 就是它打的是平权 平权 然后人权 然后比较前卫的 你跟欧洲要走的就是比较价值体系 虽然我们是来自个亚洲国家 可是它觉得你的观念 来自一个自由民主之外 你有很多的观念是走在它 跟它差不多并驾齐驱的一个价值 你跟它做这种展览 它就很容易懂 比如法国人他就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我们这次巴黎奥运区发现 它很容易接受一个跟它不一样的文化 你展现出你的不一样 你不用担心它干不懂 它反而很欣赏 这种跟它同样价值 可是表现形式不同的 这是欧洲 美国他们那种纽约 我们在美国有好几个店 比如纽约什么 他们的东西也是很权威的 我们跟他们的合作 就必须要走一个比较新形态的 比如说科技 科技文化什么什么 类似我们就挑选这样的东西 经过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们派出去的 每一个文化点的人 他们都摸得很熟了 这点是我蛮高兴的 就是说经过长期的蹲点之后 其实已经产生了很清楚的 合作方式 明年还有大阪市博会 那今年的这个奥运 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拓展的 刚刚您提到平权的这整个活动 然后演出的这个过程 其实正好我有朋友也在现场 那他就觉得说 那整个演出受到重视的程度 其实是前所未有 所以我们会不会也在大阪市博会 也有相同类似的一些规划 是其实你应该反过来想 台湾过去我们用Chinese Taipei这样的名字 我觉得台湾一直出现不了它的国旗 跟台湾这个字 是因为我们的在外交上的一种打压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出现的话 有各种方式 比如说这次文化奥运就想尽方法 在各种地方缠着这个名字 我觉得我们这蛮辛苦的 你要把台湾这么简单的一个字 告诉别人说我是台湾 更不要讲我是中华民国 人家更是不让你列印 因为我不承认你 我觉得我们用文化这个方式去包装 让台湾这个概念出去 他们就懂了台湾是一个亚洲的 一个濒临中国隔壁的那个 然后两边有台海危机 中国一直想摒吞台湾 台湾自己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 所以你只要锁住这个你哪里跟人家不一样 那看看那个展览过去 像文化奥运是第一次嘛 然后所以我们组成的队伍 那些队伍他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选上 那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前两天跟他们参加分享会 其中有一个就讲得非常好笑说 他是一个民间那种 台语叫做卡蒙 就是人家死亡那种跳卡蒙瓜 我小时候在万华长大 你每次看到有人跳卡蒙瓜 你都会有点怕 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死亡 代表是一个禁忌 可是让你稍微了解到卡蒙瓜里面 唱的词啊跟他跳的 是讲一个人的生死离别的 是很庄重的 那个小团体他就认为 我只能在相间表演 他接到电话的时候 要请他去巴黎奥运 他以为是诈骗 我要这样讲的意思就是 他觉得自己不能登大雅之堂 然后很多团体他都认为我是马 譬如有个马戏 他四个女子的马戏 他觉得我只是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出 为什么我可以到国外表演 那这次选的那个团体 几乎就是从地方上找到有台湾特色的 结果非常成功 成功的原因就是 我终于跟其他文化区隔 就是我跟你区隔 我的辨识度很高 就这次去了17个团体 非常成功 这鼓励了我们什么呢 鼓励了我们就是 当我们在办下一场的时候 你找到自己 别人没有的东西 而不是找到别人都有的东西 哪个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都是就从传统里面找啊 我们的布袋戏啊什么 我都觉得蛮感动啊 布袋戏啊 甚至于布置成板斗 那都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经验 我小时候在万华长大 就是在看到人家板斗 然后看到布袋戏等等 以前我也觉得 那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小东西 有一天当你回头看 那就是你一辈子跟着你的 不会忘记的记忆 那就是文化嘛 所以这次去世博又跟那个 大阪世博又不太一样 因为大阪世博是世界博览会 是讲经济的 是经济的 那奥运是运动的 所以我们跟着这个经济 也许我们就策划一些 比较科技的 那个科技文化 台湾这个部分发展的不错 有专门的那种实验场在做 科技文化 然后摆一些市集 台湾的文化博览会 也一直很成功嘛 最近在台南那个文博也很成功 对 那里面的那些 文博里面的那些摊位 市集也可以搬到那边去 那加上我们原来就有一些表演团体 在巴黎奥运这个表演团体 我们用什么样的模式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 我们现在已经找好一个点 就是你大阪世博在站上的时候 我们自己文化部找个点 在多点这样表演 那发现这个效果非常好 就是作为一个外交 非常好 所以我们这次去巴黎 那个巴黎 住巴黎代表吴世忠 他其实本身就在巴黎 已经住点很久 那天我们在分享会上 他就讲了一点说 你不要以为 那个台湾可以在 巴黎奥运的一个展览会上 可以占有一个国 一个摊位是这么简单的 他说几乎我们是最后一个被选上的 因为我们都很多国家的那种 他对你的国家有点敏感嘛 因为中国会打压嘛 中国会不同意 不要让台湾来啊 那可是我们竟然能够突破 突破的原因当然是 法国人对我们的愿意嘛 所以没关系 中国打压不是他第一考虑 还是考虑台湾这个国家 对他的吸引力 那我们对感谢前面的外交官 在里面打下的基础 还有我们自己文化中心 在里面打下的基础 就前人的这些基础 才会造成他们邀请你去表演 那同样的我们在巴黎奥运的文化奥运之外 同时我们多点在其他艺术节都出现 也都是台湾州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 就是大家重新看待台湾这个国家是一个怎么样的 国家跟过去的磨磨糊糊糊的 你讲台湾他讲泰国 我最近遇到泰国的驻台湾的一个代表 我们聊天 我说我们台湾跟泰人是很容易搞错 在我那个年代我如果出去讲台湾 他想不出来是哪里 他这样讲台湾 除非你讲Republic of China 他会想到那个中国 你连邮电都会记错 所以你讲China他就会记到那边去 你讲台湾他就讲到泰国 可是那个泰国驻华大使他说 他现在跟别人讲泰国 别人会以为是台湾 你不要看这个转变 你说泰兰他说台湾 换句话说台湾在这几年各种原因 包括疫情包括两岸的这种纷争 台湾已经被带到一个 在世界上大家知道这个地方 那文化外交更是 文化外交就是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东西 我们就尽量出去表演 包括刚才讲的出版漫画电影 你只要一直出现在国外的每一个场所 他大家对这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形象 就逐渐清晰 要需要有去到世博会的 这个演出的一些元素 那这些个元素 其实需要很多台湾各界 一起来共襄胜举 所以这时候部长 我们是不是也呼吁一下 如果你是演艺团体 如果你是文化团体 你愿意在这样一个场合 展现台湾的文化实力的话 其实可以赶快跟文化部联系 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一方面选 在选拔的过程中 也希望所有在台湾 甚至于新兴起来的一些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团体 虽然我们自己本身是非常清楚 台湾有哪些团体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文化部在资源上是非常清楚 是哪些团体在表演 我们会给他固定的资助 比如说我们的国议会 他资助台湾Top100团 拿经费给他 所以这些团都在我们的名单中 很清楚 有些也申请不到我们的团 也有地方团 也有国家级的团 所以对文化部来讲 它是很清楚 至于为什么要挑不同的点 当然是挑木偶系里面表演最好的 最有致命多些 已经有一定 大家一定基础的 比如孟王 马戏 还有音乐 像这次去 有个单元叫自由之声 谢明佑唱歌 谢明佑的歌就真的是非常 代表台湾的 他的歌不是只有因为用台语唱 他的歌是从台湾过去音乐的 历史脉络中找到一些元素 摆在他的歌里面 所以唱起来特别感人 所以我们在选拔的时候 其实会非常考虑台湾元素 对 考虑台湾元素 把这些一个台湾的元素 变成是台湾做文化外交的利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点 切入点 部长 我想请教您 您的施政理念要落实 当然很多很多在表演艺术环境 或者是在整个文化环境上面 有一些问题 那各界其实很关注 明年度的经费编列预算的方向跟重点 那加进前瞻的将近30亿 所以总共文化部大概有300亿左右的预算 那么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部长还提出了12项的沃土计划 还提到要打造100个文化基地 来建构永续发展艺文的环境 那么所谓的这个文化基地这件事情 部长是不是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您的政策跟想法 初步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案子可以先做 好 文化基地的概念是来自我忽然觉得 台湾的所有文化的发展它有个脉络 那今年刚好是那个社造 就是社区总体营造第三十年 那一开始是1994年 台湾的开始有这个民间社会 由夏儿上的一个自动发起的一个 由夏儿上的一个公民社会的期待 就是1994 虽然一开始没那么快 可是那个是一个起点 然后教育改革也是在那个起点 我觉得我们常常忘记了 每件事情它都有一个脉络 那经过了这30年 我发现台湾已经变了一个社会了 一个就是它有很多设造点 然后也包括后来我们的政府 有提出很多那种前瞻计划 开始打造文化园区历史再造现场 或者是提升这个博物馆美术馆 它都已经加了很多利息在上面 那我就觉得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要不要经过一个系统的整理 让它变成是一个长期大家习惯 在某个基地每年都有什么活动 我讲一下我上一集讲到六本木之业的概念 六本木之业就是把六本木打造成一个艺术之都 那它有很多美术馆 它就会把三个美术馆 比如深美术馆 新美术馆 三多里美术馆 一个樽角形 那每年做一次六本木之业 它来的人是50万人 它虽然只有一个晚上 就50万人 然后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在里面摆它的 各种装饰艺术 视觉艺术 或者表演 我期待中的台湾未来也差不多这样子 就是有几个清清楚楚的基地 那个基地可能是经过社区营造之后 已经出来一个很具体的点 或者我们自己文化部有很多点 文化部其实在全台湾很多大的点 比如公益中心 它就是一个园区 很大很大 里面也有亲子游戏 也有公益的展览跟公益训练 然后离它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国家交响乐团 NSO交响乐团 天天在表演 这两个点之间 在南投草屯之间非常近 那它就像是一个基地 有一次我亲自去跑一趟的时候 他们两个单位就跟我讲说 他们本来就有办过早上半天在公益中心 下午半天就来交响乐 听音乐跟参观 那这就是我讲的基地的概念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政府也花了很多钱在做历史现场再造 全台湾各地很多地方你突然发现那整区怎么被再造起来 比如基隆港 炮台 或者是屏东的胜利新村 台北也蛮多的 一整条金华街 整条街做起来 那个就像是一个文化基地 好 再来独立书店 有很多偏远地区是靠独立书店做一个连接 跟四周的文化活动连接在一起 它虽然只是一个独立书店 可它经营的最后就有点复合式了 它不只是书店 它也可以做一些展业 也可以做一些卖书 可以做一些活动 然后跟四周的社区有关系 那我们在整理这个基地的时候 遇到很多问题就是说太多了 太多之后我想我们就在分类 属于出版的 属于表演的 属于视觉艺术的 属于图书馆的 然后整理出来 现在正在整理中也慢慢 慢慢缩小范围 准备在年底 刚好设造三十周年的时候宣布 我们这个计划 然后针对这样的基地之间的连接 跟我们给它的经费 还有他们各自产生出固定的 固定的那个活动 像我最近也跑了一趟屏东 屏东 屏东它有歌谣馆 也有戏剧厅 还有他们的老师宿舍 那外面是一个屏东城 类似这样 它非常完整的一个文化圈 那它这个地方就可以 可以固定每年办什么东西 比如说屏东有王床纪念馆 王床祭 就是把祭典也好 把音乐活动或者阅读活动 它定在某一天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会有这个活动 如果全台湾都知道 这个几月只要会在这边有活动 它就会去 它也会带动一个观光 一个是带动观光的一个产值 一个是跟附近生态也可以结合 比如说这一点 如果是在一些比较原住民部落 或者比较跟山区相近的 你也可以发展成生态 所以我的想象就是很多元 它不是只有一个单调的基地 开开展览 慢慢化展 或者是开开音乐会 它绝对不止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 也许会比较讨论到细部一点的计划 就是在2021年的4月30号的时候 立法院他们通过了一个 文化艺术讲著及促进条例的修正草案 那么当中新增加第三章是工作权益章节 那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在于 这个艺文工作者 他的身份认证机制的议题 很多的这个艺术工作从事者 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 是相当感兴趣的 那这件事情上面 文化部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 艺术工作者他的界定 因为他通常都是 里面是很多freelancer 自己在家里接 我也曾经是啊 我也曾经是从来没在哪里上班 在家里十几年写作 或者接案子 我自己就是一个 如果不上班的话 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那他也有工会 然后他的福利是什么 那怎么去界定他 算不算艺文工作者 或者是文创 我们台湾在2002年 有个文创法 就是规范的所有东西 哪些东西叫做文创 规范的他 电影电影音乐什么什么 很具体 然后你在这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 你不一定在哪里上班 然后你的福利是什么 大概九月多 我们就办了过一次 把各个不同领域的这些人找来 开过会 还在收集资料中 因为他的认定比较复杂 是 OK 好 我相信很多的相关从业人员 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话题 好 有了一些实质的帮助 有了一些实质的计划的内容 其实经费的部分可能是 另外一个大家要谈论的重点 壮大台湾内容政策 包含很多个面向 很多就是要各单位的资源的整合 才可以做得到 那部长您在盘点文化部 既有的政策之后 下一阶段怎么去做 有没有文化部还没有觉得 可以做得更细腻的部分 像文化黑潮 它的经费非常的庞大 那资源的争夺 竞争其实是难免 那怎么样去做好就是工作 然后避免沦为花大钱 就可以做事情 部长你怎么看 文化黑潮大概是 去年的一个政策 然后刚刚你提到预算 就是本预算之外 上面再加上新的预算 比如前瞻计划 使得我们文化部有多一笔钱做什么 同样黑潮计划当初为什么会通过一百亿 分成四年 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台流 台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寒流嘛 为什么全世界对韩国的文化这么有兴趣 因为它的影视 因为它的舞蹈 因为它的音乐团 因为它的服饰 大家都很哈喊嘛 那以前人家哈日我们叫哈喊 所以当你要让人家开始对台湾有兴趣 甚至于哈台湾的文化的时候 你不可能用我们原来的预算 跟原来的产业规模来做 所以就提出一个一百亿的黑潮 所以这个一百亿的黑潮 必须要放在非常有效率的地方 其中有一半左右 假如我们就 我们明年大概编二十九亿的黑潮 黑潮有一百亿哦 平均每年编二十几亿这样 那明年我们编二十九亿 立法院还没有那个确定 但是二十九亿没有一半是影视音 那影视音人家会觉得 哎你怎么怎么那么重视影视音 但是影视音就是我们讲剧嘛 追剧还有电影 电影跟剧 因为它涵盖了就是有 里面有音乐美术还有表演 就它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个产业 是什么都有 有美术啊美术设计 有表演啊演员啊 有导演编剧 有文学啊 因为编剧就是文学的一种嘛 导演表演 然后灯光摄影 它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 一种艺术表现 所以它是一个龙头 它一旦做起来了 它带动了后面音乐 或者是文学表演等等 它会带起来 怎么说呢 我就认识一个在台湾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负责经营的一个总裁 他放弃那个位置 他去做电影 他告诉我一句话说 他怎么做那个音乐都没有机会带动风潮 他突然想通说 他投资电影好了 在电影里面他做很完整的一张音乐计划 专辑 他可能因为电影红了 因为他电影可能花一两亿在做嘛 那音乐就红了 我这样只是解释黑潮 就是在黑潮的分配上 它是加在我们原来预算的另外一个多的这个钱 那他就分六大项 他不是只有影视 六大项里面有个就是交流 我们刚才为什么聊了这么多 跟海外交流 那都要钱啊 你要编预算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书 怎么让国外人看到 有天可以得诺贝尔奖 你必须要全部翻译成那个国家的语言嘛 那个翻译要不要钱 要 所以去年我们就开始翻译好几百 好几百本 就每年开始选择 一个经过一个评审团选择 值得推荐出去的书 有小说非小说这些 还有漫画 找人翻译 而且量很大 那个钱很大 很大笔 还有科技文化的发展 还有你要拍电影 是不是要虚拟棚 是不是需要一些科技 这些东西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创造台流 然后其他的费用 你刚才讲黑潮之外 你刚才讲到说每一个费用每个费用 比如说每一个团体都会觉得他的费用不够 他的费用不够 其实是我们在编预算的时候 是尽量争取到比过去更高 因为那个更高的代表的意义就是 你有更多的资源给他 他能够生存下来 我自己是来自产业 我来自很多产业 都是面临生死存亡 比如电影要票房 电视要收视率 书要卖得掉 我的经验全部都是产业 所以生存是一个 让这个产业可以生存下来 是一个最重要的 它必须生存下来之后 它才可能壮大 有人开玩笑说 这些年来 文化不是台湾最大电影公司 也是最大电视公司的意思就是 如果没有文化部的这些资源 比如说补助投资的话 这个产业是慢慢会凋零的 那你反过来问我 那产业凋零就让它凋零吗 为什么要支持这个产业呢 这就是重要重点了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文化 在这个国家里面 它最大的力量是文化 它没有文化 大家就好像只是生存 它生存在这个环境中 它就只是生存 它没有文化作为一个丰富 它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那就是你觉得活着 本身没有追求更好的文化生活 是没有意思 所以政府它有义务 它有义务责任用纳税人的钱 然后重点式的栽培一些产业 让它生存下来 当然你在栽培的过程中 你必须引动民间的投资 就是你这个栽培的过程 因为它很蓬勃 所以民间就愿意投资它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黑枣计划 其实其中有一点就是 当你开始投资很大的电影 或者戏剧的时候 其实相对的 民间要找到相对的钱 外面一直不懂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政府如果不给钱 它绝对找不到外面 相对的那笔钱 假如我们要投资一部戏剧 你说两亿 那我给他一亿听起来很多 可是他另外那个一亿去哪里找 他要找到一些过去他不投资 这个行业的这些人 这些老板 他们过去听不懂这个文创产业 他也听不懂我投资你 我能赚多少钱回来 所以文化产业是最难说服一些老板 掏钱出来投资的 了解 好 这个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知评 为您邀请到文化部长李远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在这个部分谈到的是 有关于对于文化艺术产业的一些补助 经费或者是一些实质的内容的计划 那么当然其实另外有一个面向 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来请教部长 其实台湾的新住民 台湾的这个族群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部长您的文化施政理念里面 您的新住民的文化政策再思考 包含哪些重点 我们本身在那个表演艺术 或者是各种各种层面 的每一个项目里都有 都有特别扶持新住民的参与 就互相跟台湾年轻人的互相了解 包括教育 包括展览 都会有新住民这一块 比如我刚才讲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里面那个社区如果很多新住民 它的文化就很快进到这个展览里面 我最近到处去跑就看到有很多社区 它是把新住民的文化 列为他们一个重点的文化 我觉得文化本身 它是一个越多元越好 而且我们文化不是一个水泥这样 一个像水泥这样禁锢的一个不动的东西 当一个文化或者一个文明 它不动的时候还是非常危险的 它就固步自封嘛 固步自封觉得我最伟大嘛 台湾之所以 之所以有优势就是它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 自由民主的制度就是 各种文化都可以很公平的被对待 然后把它最好的部分展现出来 我觉得台湾非常需要新住民 因为从照顾上 从生活照顾上 你已经不能没有他了 对 因为生老病死都是他 我有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有一个 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他的爸爸 然后急救 医生就问很多问题说 他最近前一次去医院什么时候 那个儿子就问那个康 推着那个菲律宾的那个新住民说 什么时候 他每问一下就问他一句 那我就发现 台湾人的生老病死 从出生找那个新住民来 扮演那个保姆 带他教他英文 里面还带着菲律宾的枪 然后生要靠他 照顾要靠他 死要靠他 你的生老病死 就已经依赖这些族群了 所以他的文化当然会 文化当然会融进你的那个 生活里的每个面向 所以人家开玩笑讲 我们应该跟菲律宾统一嘛 因为你的小孩都是他教的嘛 他的英文都带菲律宾的枪嘛 类似这样子 所以他的文化会丰富我们的食物 穿着观念 类似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东南亚的国家 好像没有新加坡这么现代化 可是新加坡人会讲一句 告诉我一个观念 他说你看我们新加坡是靠 盐巡峻法 盐巡峻法说东西不能随便丢 要环保什么 他一离开新加坡他就自由了 他就开始乱丢 他说你反过来看马来西亚 或者是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本来用东西就不会浪费 他不用国家去规定他 他讲这个时候就深深给我一个 刺激就是民族性 一个民族性很重要 不是完全靠法律 可是一个自由民族的制度 会让民族性渐渐变改变 就是这个制度会改变民族性 跟大家对生活的观念 有些民间单位去建议说 应该培养新住民文化主体性 跟艺文社造能力 培养东南亚族裔 或是第二代在台湾本地生根的一些文化资本 像音乐 像文学 像文化活动 东南亚四大捷庆 点点点点 其实这样子一个去累积很强大的社会跟文化的资本 这样一个做法部长您怎么去看 他随着他的人口变多 他渐渐会产生艺术 其实我刚才回过头来讲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人种他先求生存 他如果生存下来了他就开始发展 比生存更高层次的艺术 如果台湾有一天出现了一些新住民的音乐创作者 或者写作者等等 不是不可能 我就参加过好几届的新住民文学比赛的评审 他是大家写完之后要找人翻译成 我们看得懂的中文 工程非常庞大 翻译完我们再评 评完之后他得奖 里面真的看得好感动 就是有一年我就还代表这个评审团 去把首奖颁给一个在绿岛监狱的一个新住民 我这样讲你就觉得很悲伤吧 他得到文学的首奖 给他被关在绿岛监狱 因为他可能杀人了 他为什么杀人 因为他就是喝酒醉 然后觉得自己被欺负 然后回不了家他就杀人了 那个人看起来非常善良 我这样讲不是有点觉得 奇怪一个善良的人 为什么他会从台湾的监狱还关不够 关到绿岛去 那天我跟他见面了 我想象中他是一个杀人的 应该很恶狠的一个人 满脸横绕 但是我想象中据我的了解一定不是 因为我接触过蛮多 他可能是一个蛮自卑的 然后已经被你看成有阶级的感觉的那个人 结果后来我们俩相遇了 我拿着我们的奖杯 他是首奖 他写的是一个他家乡的故事 拿着奖杯跟他见面 他看着我 然后旁边有警卫守着 因为他是重刑犯 他看到我第一句话说 你是小爷 我有读过你的泳之声 我想哇这是我们见面听句话 原来我的书在那个绿岛监狱里有 他也只能读那些绿岛监狱的书 后来我带了我的书给他 那时候就是我本身对于这种 来自东南亚文化的那种感觉就是 我们不能有鄙视跟那种 他比我们差不是 他只是环境 他的内心的善良跟那些 是在环境中塑造的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台湾还没有太重视他们的文学 对不对 其实那个文学奖已经出了很多本了 对 一本一本了 然后写了都是他们自己家乡的故事 还有他来台湾之后遇到的故事 然后有一部电影叫《九枪》 就是讲一个新住民被打了九枪 像这样东西 透过我们的作品去讲新住民 也是一种 新住民成为我们电影中的一个角色越来越多 八尺门 八尺门的蝙蝠人 还有我最近看好几个剧集里面的 还有电影中的角色 新住民的角色开始出来 用我们的角度看新住民 跟新住民自己写自己的东西 有一天他大概人数多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会金曲奖 有一类新住民 或者文学是已经开始有 对不对 你会随着他人口越来越多 他就成为你这个 你这个 这边的人口都一大块 以前那个每八个小孩就有一个是 不是台湾自己的孩子嘛 每八个孩子就有一个是新住民的孩子 哇 部长真的很会说故事 各位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再度邀请到文化部长李远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正好也部长刚刚讲了这么多感性的故事 部长 当公职 来到这个位置上面 其实四个多月 四个 大概四个月 四个月 好 然后 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还有你这个最开心跟最累的部分是什么 你的孙子有没有说 我的爷爷怎么整天都不在家 我以前的工作的时候我有个个性很英雄主义 就是我到每个地方很想把它翻两番 把它革命这样 年轻的时候 所以我到中影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就开始会发起一个潮流这样 我很想推翻前面东西 以前年轻时候是这样 然后随着自己观察越来越多 自己年龄成熟到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在我之前很多人做过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我来到这里刚开始有点慌 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个部门的一个主管 然后开始有点慌 可是后来我让自己慢慢安定下来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前面的资料 我的前人开过的会做过的决定 然后我就发现啊 其实我的工作不太难 我就依照前人已经做到现在这一步 有些事情在我手上要做结束了 有些事情在我手上要开始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而已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不是英雄 我就是把前面人做的东西 说明在我的手上终于开张了 或者动土了 或者开始一个新的计划 终究有一个人会接我的工作继续往下做 它就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而且这个部门文化部这个部门经过了许多年了 刚开始它这个部门是来自新闻局跟文件会 经过这个谋合后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好像航空母舰的概念 那你只要讲出你的要开往哪里 我觉得他们配合得非常快 这点就是我忽然很放心 就是那你要讲得出来你要做什么 你要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那他马上就可以调整那个方向 然后他们也非常熟练的操作所有跟文化事物有关 我从开始有点慌到完全不慌了 因为我想清楚我不再是英雄 我也不再是要改变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只不过是执行一些别人做了累积很久的事情 就像我讲一个感觉嘛 我跑去日本参加黄土水的展览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是前面人做很久的 我陪着这个义美老板去开一个这个中正经验堂的地下道 我终于要开通了 他搞了七八年了 换了五个部长 终于要开通叫我动土 我的感觉都很感激 因为这个老板以前跟我一起合作拍过电影 没有人知道我们两个曾经拍过电影 我们一起开工 我充满感激 这个绝对是前面做了很久 包括工程 包括什么都是人家算计过 预算重新编来编去 找不到钱 最后还差一亿 用他们动用他们的基金 每件事情都这么困难的 你能改变什么 你以为你是很了不起吗 No 你也不过就继续执行这些工作而已 所以我的心情变得很平静 最对不起就是孙子孙女 但是也没有对不起 因为我也陪他们十年 我有四个孙子孙女 他们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岁 我陪伴他们十年以上 他们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见不到我 所以我的孙女最近的生日愿望就是 让我看到阿公 我的愿望就是看到阿公 我想我也没有觉得很难勾行 平常在一起很久了 你也让我去工作吧 我怎么能一天陪你讲小孩 讲故事 累我也很累啊 这样 所以心情上很平静 就是在我人生中 好像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我也曾经陪着我的儿子女儿 从小学到大学11年 我靠着写作 没有上班 后来我又恢复上班 我好像完成人生中很难兼顾的 很难兼顾 就要陪孩子长大 又要去工作 又要陪 像陪孙子长大 又是去工作 我觉得我人生还算是自己蛮顺利的 就像庸之声曾经鼓励每一位在监狱里面的受刑人 今天部长愿不愿意再提起笔写一些 也许是一些感触了 或者是一些历程小说了 真的说不定有人看到会因为这样被你鼓励 有时间吧 我讲一个很心酸的故事 就是我写了一百多本书 有一天遇到一个在一个party 遇到一个人说 小姚老师我要感谢你 我就读到你有本书里讲说一些 一些全世界那些作家在哪些咖啡馆什么 我读过你这本书的时候 我人生中就跑遍所有这些国家 去他们去过的地方 我真要感谢你 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因为我一家都没去过 但我用我的书去鼓励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还是在我的家里一直在写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蛮悲剧的 赶快写了 真的赶快写 没有没有 我开玩笑了 但是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想做是童话 我其实画了很多东西 我如果不来这边上班 可能我就继续要准备出版童话 然后我有些小说想写 然后写不太出来是因为那个小说的背后 太多大时代的背景 我一次一次整理都觉得还没有办法下笔 我最近在整理我自己旧东西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故事一写再写 都写不出来 就很想说如果将来有机会 假如资料收集够了 写一些我自己很想写的小说 还有很想画的童话就够了 好 我们非常期待将来会出版童话的文化部长 小野 这时候我们要说小野 真的是 各位听众 我们连着两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文化部长李远 来到节目当中 事实上也分享了他在谈日本行 这样侃侃而谈 也谈到对很多台湾演艺 或者是艺术环境的一些 帮助协助破坏跟愿景 当然更重要也谈到他的家庭的生活 还有他的创作生活 各位 欢迎你 真的是 真的是好好的来 看一看也支持文化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台湾的所有的文化的艺术团体 需要您的支持 正如同今天我们的部长李远 正在做的事情一样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而且立刻就要做 我们也非常谢谢李远部长来到节目当中 部长谢谢你 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